哈囉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大家有看到我身後琳瑯滿目的東西嗎 我今天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去米蘭時裝週的很多戰利品 然後包括會跟大家介紹看秀的邀請卡 因為每個品牌它都有不同的巧思 在邀請卡上有不同的設計 然後以及我旅行可能會必帶的東西 我是一個就是外出很害怕你突然要什麼 結果沒有什麼的那種人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我就直接什麼東西都戴了 我會戴自己的拖鞋 真空壓縮帶 護照套 警診 搭配眼罩 牙線棒 還有保濕噴霧 蚊子咬的時候要用的藥 防蚊液 小鹿翻筆的睡衣 指甲剪 我為什麼一定要戴指甲剪呢 因為我個人有非常嚴重的指甲強迫症 只要摳到一個那個KID 我就會忍不住會一直摳 然後有時候沒有指甲剪的時候 你就會把整個指甲都摳爛掉 接著呢就是吹風機 簡單的一個頭這樣子 有些飯店的吹風機它就是吹得很慢 風量很小你會站在那邊站很久 然後手又很痠甚至把頭髮卡進去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吹風機已經變成 不管它有多重我都一定要戴的東西了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衣服的部分 這個是完全超級我的菜 上面有一隻鹿 曾經有不少人說過我長得很像小鹿翻筆 所以我就對鹿開始有一點點憧憬 然後我又再買了更大一件的size給黃子教先生 大家一定覺得他穿這個也太娘了吧 他就是這麼娘 但是就是一個情侶裝的概念 接著呢是這件外套 它其實是皮革 然後我很喜歡帥氣的東西 加上它有一個小巧思就是 它其實袖子的扣子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有一點點熱 或者是你想做多層次的搭配 裡面袖子的顏色就可以生出來 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非常迷戀綠色 看到各種綠色都想買 於是這次去米蘭我就購入了這個包包 它的形狀很特別 然後這邊有一個動物的臉 我個人還蠻喜歡物品上面有一些就是有生命的東西出現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它是跟你一起出去的 好像有一個生命跟你一起出去的感覺 我很喜歡 出去的時候一直背著 走一走它有時候就會流下來 所以呢我就在佛羅倫斯的街上 跟攤販買了這種背帶 然後這樣的配色還蠻衝突的 所以就這樣一淺一厚 然後我自己覺得還蠻帥氣的 帽丁然後配上綠色包 我一定要炫耀一下 因為就是為了把這個搬回台灣 我的行李不知道操縱了多少公斤 就是一個小的茶几 然後這個邊是有托盤 然後那個時候在Gucci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喔實在是太可愛了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一些很另類的衝突的配色 然後呢上面這個羅馬數字他們說是Gucci的Lucky number 然後我自己覺得很可愛所以就是N是拿回來的 我跟大家介紹這是 我有時候會隨身攜帶的畫車 這是我之前畫了數字1到12嗎好像是 然後都是用水滴當作一個主題 就有點像眼淚的感覺 然後創造出來的各種數字 它就是一個好像筷子夾著它 然後它也在吃麵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這次去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殘念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抄了一年多的日文筆記 丟在了飯店 但因為那個日文筆記實在是 這一年所有的精華都在裡面 對我回來的時候非常的慌張 我就立刻就是請日文老師 就是盡量把筆記抄回來 這是我新的日文筆記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是台灣品牌 就是它前面這一格就可以直接放筆 這次帶去米蘭本來就是想要好好的複習 因為怕雨菸一沒複習就生疏了 我個人是嚴重的球鞋控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 我其實很喜歡自己腳是很舒服的狀態 所以我的球鞋可能將近 每筆真的快要破百雙 這次我去米蘭買的 其實這雙鞋非常的中性 然後我很喜歡它鞋底的部分 紅咖啡色嗎 然後有厚底的感覺 我每年都會給自己一些to do list 今年默默的達成蠻多目標的 譬如說我去參加了米蘭時裝週 然後這次真的很榮幸拍到了Vogue的封面 然後以及我去完成了 我有一點點懼高症 但是我想要讓自己突破勇敢這件事情 所以去跳了skydiving 這簡直是就是很恐怖的一個經驗 我不會再跳第二次 但是我想說好完成過我這個東西就是打勾 出唱片曾經是我的夢想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漸漸放下它了 沒想到放下它之後 突然今年有這個機會 就是讓我可以發行第一張迷你專輯 還有很幸運的入圍了金鐘獎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不管是每個月或者是每年 你都定下一些你想完成的東西 然後你就勇敢努力的去把它達成吧 哈囉我是王子 哈囉我是曾智小小喬 好 登登 OK 好 你寫什麼 白色 我 我喔 天啊我根本不知道我怕什麼啊 我先寫它 你知道 當然 你比我還了解我 當然 可能怕 喔我有一個怕的事 但這個比較難對 對 對 你寫什麼 我怕你你怕沒睡房 對 欸真的喔 不要說 那你怕什麼 我怕了 我怕了 我不用考了 我覺得這題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我對我 金香可以結婚了 對啊 我們再公布喜訊 因為太陽過敏 而即將結婚了 同性是哪兩位 這我絕對知道 欸你還不知道 我在想 我在想後應 我沒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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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應怎麼樣 剩了幾個太陽嗎 先真心話好了 等一下再玩大冒險 好 最爛的 就是呢 我等一下開我的什麼跑車來接你 然後 我家不遠啦 我家正在那 信義區的 一零一旁邊 這種是翻白眼 真的是翻到後腦上去 哈哈 哈哈 怎麼會有幾個字 我猜 12個 13個吧 13個 正假的 對喔 真的 欸對了耶 好厲害喔 好 現在 但是 你現在打開手機 發Mention 發我的照片說 其實王子真的蠻帥的 你這什麼表情 真的我要講 是一個蠻痛苦的要求 沒有錯 而且還不能解釋 還不能解釋 就是 就是 我要 虧你想得到 欸 我常常是這樣 欸 我覺得這個 這個題目誰出的 這樣 出的很好 還好不是我 那你要選哪一張 我覺得我最近還 拍了一張不錯的照片 好煩喔 怎麼那麼煩啊 眼力正 怎麼 看粉絲會回什麼 帥 不是睡 怎麼這麼睡 睡覺的睡 你看我又多不甘願 這樣 牛狼跟之女一年見幾次面 被走了 見幾次啊 其實我也不確定欸 好我知道 你不確定我只知道 可是要看誰想到啊 一二三 為什麼是你 那你想要說 你想要說什麼 一次吧 對啊一次吧 太無奈了 十二生肖的十二年快 也太強了吧 樹 牛 哇牛好難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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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龍 龍 龍 蛇 蛇跟龍怎麼那麼像 大 大 太小了 馬 馬啊 怎麼弄啊 馬怎麼 馬是不是臉比較長 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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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這樣啊 一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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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 雞 雞 咕咕咕 狗 狗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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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女的啦 是我做的動作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太癢了吧 就是她很怕人家從她口袋裡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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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我什麼膝蓋耳朵都蠻敏感的 但有一次我的口袋裡有一個戒指還是什麼 然後我就要請我的助理就是說 因為我手上有東西啊 我說你幫我這樣子拿一下 然後她就手這樣說就 因為太癢了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要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或者留言 嗨 Vogue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德美 我是楊佑寧 其實當初知道要接這個劇本的時候 要練這個國標舞 自己 蠻擔心的 因為國標舞很難 然後後來碰到老師的時候 老師說你們還挑了國標裡面最難的 對 就是花爾茲算是國標裡面最難的 因為 她對那個身體的一些 肌力啊 包括是身形要求是最高 嗯 其他的五種可能在於一些表情上 或者是那種神情上面啊 比較容易可以散發出那種味道 但是那個花爾茲它完全就是在一個體態上面 必須要有一個很拉長 控制 對很拉長然後你要控制自己身體的每一個肌肉的這種一個體態 所以 所以 華爾茲真的很難 完全沒有欸 沒時間笑場的 沒時間笑場 完全那個壓力是很大的 而且 而且華爾茲 華爾茲是兩個人不會對到 我們看不到彼此 看不到對方的 不能 不能看對方 我還一直問老師我說 那我們兩個人是 就是金銅玉女 我們不能有這種 眉目傳情的時候嗎 他說沒有 華爾茲就是 就是 男生是看著別人 女生是看著別人 就是一種延伸 包括你的視覺啊 什麼都是一種延伸的一個感覺 就是一直練習 所以小美 小美那個時候練到她的那個頸椎都出問題了 不好說 不好說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 你開始會懂得欣賞 這個運動 然後這一項藝術這樣 可是以前你看不懂 你就覺得欸 短圈圈啊好像很簡單 但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其實 他們下了多大的功夫 然後每一個小細節 都是必須要有功夫 才能夠做到 對 你有特別的洗腳 再讓我來幫你洗腳 好像沒有欸 抱歉 抱歉 然後你就來了 我就直接幫他洗腳 我覺得 盧或是蕭伯這一塊 不是最難的部分 我覺得最難的是 它是一個喜劇的形式 但其實它又有很寫實的部分 我覺得在表演的難度上 對我而言是一個新的嘗試 難度也很大 就是 你要如何掌握那個喜劇的節奏 可是又柔盡寫實的東西 因為畢竟它不是一個 嬉笑怒罵型的 風格化特別明顯的一個喜劇 所以 要如何讓帶領觀眾 最後能夠效忠帶淚 我覺得不容 真的好難 我其實有想像一個 role model 但它是一個綜合體 就是 有的時候我自己在 要跟別人溝通一些事情 可是對方好像始終聽不懂的時候 我自己理智線會突然斷掉 那個情緒會比較大 或者是我會想到某一個阿姨 或是媽媽 就是那些 自己想要達到某些目的 但是達不到那個 那個 精神狀態 所以我自己在飾演的時候 我有給自己一個功課是 我希望這個角色是可信的 它不是只是一個 純然風格化的角色 我希望有一個 觀眾會想到自己的 曾經盲目的一個阿姨這樣子 可能當初就沒有想過 他是一個渣男 我覺得我當初就沒有想過 他是一個渣男 對 因為我覺得 我在這個角色上面 看到很多男生 男生的共同點 只是事件的不同 我覺得男生都是這樣 男生 常常在感情 或者是在婚姻的過程裡面 常常都想要表現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 永遠都會把事情搞砸 就是 我覺得男生很常是這樣子 對 就是 你看我這麼棒棒棒棒棒 然後其實 老婆的方面都是 翻白眼 三條線那一種 對啊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 你如果 帶小孩 交給爸爸帶 其實會出現到另外一種 世界 的狀態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男生 但我覺得這也是男生可愛的一點 所以 你說這部戲很多人都說 他是佛系渣男 或者是他為什麼做這麼多的渣的事情 但觀眾還是不會討厭他 其實我覺得 那是因為觀眾都很接受 男人是一個 就是很笨 但是又很可愛的聲音 這樣子 我其實覺得這角色非常難演 就是 你要在做這麼多大 世俗裡看起來很渣的事情 可是又讓人 相信 他是因為很天真做這些事 或是 他的本質是善意的 就是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你要能透過這些行動 能透露這個 這個角色的本質是很難的 然後 我自己也會 就像悠悠說 我全然的相信男生真的 他有時候真的只是想要解決問題 或是想要逗女生笑 然後做一些 其實女生 對女生來講真的是 天啊 你怎麼會 做這些舉動的事情 我自己會覺得 情影其實缺少勇氣去溝通這件事 如果在這些過程裡 他有勇氣直面的面對問題 跟鄭子漢做下來理性的 聊聊彼此的碰到狀 因為其實現實總是有很多的磨難 那是不是能一起去面對它 我覺得錢運營是避開的這個部分 造成了最後的遺憾 所以可能給我啟發的是 我還是尤其在疫情的當下 你還是希望有些事情 能及時的 理性的去面對問題 然後一起去解決 這樣子 我覺得這部電影看完 我好像更愛我爸 因為我覺得我爸跟鄭子漢很像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浪漫的人 然後他常常會做一些 其實會讓你握緊拳頭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很浪漫 但還好就是有我媽在 所以一個我媽 就是 對對對 你好的褲子 對對對 我覺得 我媽常常會把我爸拉回現實 然後我爸會覺得 為什麼你要讓我回到現實 這樣 我記得我有一次 我有一件外套 掉在計程車上 對 然後我就 偏執到 我一定要找到那件外套 對 然後我就 然後 因為 那件車有 件車公司嗎 我還打電話去件車公司 然後找到那個司機 然後那個司機就說沒有 我還不相信 然後就是還跟司機要吵架 之類的 後來放棄了司機的那一段 我就上網 再重新找那件外套 然後找了各個網站 都找不到那件外套 然後 就是差一點 要寫信到他們的公司 天哪 到這樣的片子 但是那件外套 其實對我來說沒有 不是說很有意義的外套 就是它不是一個 有意義的外套 那是怎麼樣 是一個限量版 還是特別好看 就是我就覺得 可能那一陣子 我很喜歡穿那一件外套 那你最後有獲得嗎 沒有啊 就是沒了 而且我很難過 Oh my god 但是 也就只有那一件外套 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好像 因為我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所以我好像 沒有了也就沒關係 所以我 我不太會有這種 追尋的過程 你先說 我鼻子好了啦 其實我家 我家有 嚇人 我家有一個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有演過一部戲 然後因為它要我 稍微有一點點 就是 藝絨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 翻了我的鼻子的膜 然後做了另外一個 假的鼻子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它那個 那個膜是一個 我的臉的 這一個部位 就這個部位這樣子 哇好棒喔 所以它是一塊 然後上面有一個 假的鼻子 然後那個假鼻子是那個 那個矽膠的 然後你可以拿起來 然後裡面還是有一個 真的鼻子這樣 所以你可以放在那裡這樣 所以我拍完之後 那你那個可以送嗎 好棒喔 所以那個現在放在我家 那那個戲交到有 在上面 有在上面啊 就是你現在拿起來 放在我的鼻子上 然後你旁邊黏黏黏 它就會變成一個假鼻子這樣 真的好棒喔 然後這部戲我就 剛才跟電影公司都問說 那那隻腳在哪裡啊 就是如果 你可以集結 電影公司沒有用的話 可不可以送給我 集結養了你的各種部位 對 我想 我想眼中倒長袖 你可以耶 他其實 我在現場的時候 他模仿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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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完美 太完美了 真的超像 太完美了 好像沒有耶 姚洛妮的角色好了 試試看 應該就是我們跳舞吧 雖然壓力很大很大 就是在那個 比賽的會場裡面 只有四分鐘要拍完 壓力很大很大 但是其實做到了還是 某部分有點不可思議 對 嗯 滿魔幻的 滿魔幻的 就是有股魔術的力量 因為我們在 練舞的過程裡 其實真的從來沒有 完整的跳好那支舞過 沒有沒出錯過 對 每一次跳一定會有一點小錯誤 對 那我們那一次在那裡面 跳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是完美 完美 你看不見旁邊的觀眾 然後很專心的 就是享受這件事情 對 所有的拍子都數得很正確 那種感覺 就覺得啊我 就是平常你會覺得 這個地方應該會錯 結果你發現 怎麼轉過來了 可以 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有破關的感覺 有破關的感覺 你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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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 你會覺得 我不知道一見鍾情 是什麼意思 我只記得第一眼 見到你 我恍恍惚惚 進入你的世界 她在前一語音 國中的德國名次舞蹈冠軍 我國中也得過 做了第三冠軍 我國中也得過 你舞蹈跟作文有關係嗎 我們都是冠軍 怎么样 要帮你介绍吗 我不是那种 让一个人亲近的人 不知道我们这个荣幸 能邀请你成为我的五伴 你知道我平时就是一个 风度翩翩的人 我现在才知道你风度翩翩 你给我说认真的吗 这是在求婚吗 真实地说 美好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 别哭了 吃饭了 子汉 我们教室的学生人数好少哦 会越来越好了 这是我们新的国表的教室 这警方有多久 你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你在说什么 说的都是犯罪 三个小时之前 我老公走了 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 截肢或者是器官 我们医院是没有理由去占有的 我只是想要回我先生的腿 你先生在送进开刀房之前 你已经够了不领回了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后悔你 他 我告诉你是谁 当年是什么时候 他觉得这辈子把你拖了点很惨 子汉怎么会那么笨呢 我记得我的后悔 也记得你的眼泪 我只是想 再默默为你做一件事 性感 毕书镜很性感 第二个 飞 很性感 然后 飞一个字 单字 OK 飞 最后一个 敲 敲 棋 敲棋是什么 很敲的棋 棋 棋应该是 这应该是 呃 夫妻的那个棋 对不对 敲棋 很聪明的棋 很聪明的老婆 有一天 很性感的 敲棋 飞到 我身边 交棋 交棋 你就会讲夫妻 然后到夫妻的那个棋 因为这个是巧嘛 对不对 交 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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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字不是敲棋 是 交 交棋 对 就是一个 很可爱的老婆的意思 对 所以 其实我刚刚讲的很对 我有一天希望真的 交棋 棋 可以飞到我身边来 你去坐 我真的有机会 两个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